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都是上个月新镜的 对 VIP部门的车辆全都开走 一辆都不要停在大门口 因为有媒体到 所以酒会必须安排赉一卧厅周边 由今理您亲自 太 Новок ek 我说你这要干什么呀 想让我跟你一块够奖金吗 我又不是故意的 行不行 赶紧收拾 快给我收拾起来 香港 真是 叔叔 你吧 快点 快点 别动 别动 董事长 怎么搞的嘛 赶快 带他去包扎一下 没事 董事长 我 别动了 赶快去包扎一下 好好好 董事长 照顾一下 别再让他沾到水 放心 董事长 来来来 上去吧 来来来 快快快 董事长 放心 董事长 小心啊 大家听着啊 你们平时做的都挺好的 无非是今天的客人多一些而已 平时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嘛 记住 既要保证服务质量 也不能出乱子 知道了 董事长 您放心 一会儿我们去那儿看一下 走吧 一定要把客人带到指定的位子上了 特别是那个华信实业的成统 和普发贸易的张总 我看非要是他们坐在一起 行 行 到了 这都几点的粮菜还在吃 我也是辣味的 你说这都什么时候了 平方部 你们菜什么时候是啊 算了还是我去看一下吧 那你辛苦一下 我们饭那多少年的规矩 都是先给货后结账 怎么着 你找我麻烦是不是 大江 你这叫什么话 咱们说得好好的 三个月一结款 我们给你们送了多少个月的货了 到现在还没捡到一分钱呢 你这没劲搞什么嘛 今天又是拿不到钱 我把这吃吃火我就拉回去 别别别别 师傅 师傅 是这样 今天的宴会对于酒店来说非常的重要 只要过了今天 我们就把钱给您送过去 那就是没钱了 兄弟们 咱们走 你赶紧走啊 诶 诶 你的咱们找什么 诶 你的咱们找什么 诶 你的咱们找什么 啥塞呀 得叔 赞長 这几天不见 你都被人家小老板呀 哎呀 得叔 这还不都是托您的福吗 那年出海遇险 要不是您 还哪有我们家的经浅 我爸可一直记着您的好呢 我念我的好有什么用啊 德叔这厨房里头 等着鱼下锅呢 你看看 德叔 我这都是小本生意 我这财务上 只要把钱领到手 我马上亲自给你爸爸送去 不用 不用 德叔 不用您送去 我来取就行 别别别 过了今天 我替德叔把钱给您送去 怎么样 放心了吧 德叔 您这么说 愣着干什么 先过去 先过去 快 快 ด吃 好 我是 请客 来 咨 客房部乔依娜经理收到请文化 我是今天庆典的主持人 乔依娜 请问有什么事情 我是童馨 客房部有客人投诉 过去处理一下 你吩咐别人去处理吧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乔依娜 你才是客房部经理 什么 什么 大声点 听不见 喂 现在听到了吗 关电影就听不见了 看你把我怎么样 今天我可在清典上最重要的人物 老陆啊 你快一点吧 清典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行了 行了 别催了 催了一上午了 要放在口袋了啊 那个臭小子呢 还在原来的地方呢 你没说让他参加 所以我就没叫他 慈母多败儿 以后啊 别老护着他 孩子大了 他知道该怎么做 好 舅舅 舅妈 说过多少次了 在单位叫董事长 董事长 庆典马上开始了 请 什么 这笔款的还没到 为什么呀 先生 你好 麻烦你把车开走好吗 我们那边设有停车厂 因为今天客人比较多 你要把车停在这儿的话 会影响其他的客人 麻烦了 我跟你说啊 明天晚上之前 我要见到这笔款领 不管你想什么办法 明白吗 詹姆斯 你去照顾一下后面的车啊 好的 请点 因为今天是我们周年的庆典 所以 汲流量比较大 所以说你把车停在这儿 实在是不方便 麻烦你开走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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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明 怎么回事儿 他们把车停在这儿了 我叫他们走 他们又不走 请你们立刻把车开走 我们这儿可是有规定的 你要再不走的话 我就要拖车了 你们要干吗 干什么呀你 你们是母型体酒店吗 以为你们这不服务的吗 我们服务怎么了 请你们立刻把车开走 我们这儿有规定 我们董事长还没下车呢 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你想干吗呀 不要动手行不行 你还动起手来了啊 文明点儿行不行 你究竟这么服务的吗 这么服务怎么啦 我们把车停这儿就有你了 动手 董事长 董事长 我干吗 老陆 别来无恙啊 我今天是特地来 恭喜你们 十周年亲战 有公屎 好 开场只剩半个小时了啊 大家的动作都尽量要快一点啊 谢谢 在这边啊 走 我先去这家吧 好吧 谢谢 这边请 听你说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 董事长 我不敢说 说 大胆地说 请 您有看哪 这家酒店没像你竖得那么长 您姐姐 环境还可以吗 好 李先生好久不见了 你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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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陆啊 这都十年了啊 你跟这个饭店都还是老样子 一点都没变哪 你是说我老了呗 你是说我老了呗 这事业啊不进则退 我想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应该明白 谢谢你的提醒 你看你啊 这么大岁数呢 也不知道要对自己好一点 其实按咱们俩人的交情 以后得经常合作 也让老弟我替大哥分担分担 好 李董事长太客气了 您是做大生意的 我们这儿妙小 容不下您这顿大佛呀 对 这麻雀虽小 可五脏俱全嘛 对了 刚才外面的那个 就是小发麻 是 是我的儿子 老陆啊 不是我说你啊 这种事情也就你干得出来的 好 当年你曾经从门童起家 现在又让你的儿子占门童 怎么 想要上阵父子兵啊 来得及吗 还有十分钟啊 动作再快点 打进啊 打进 打进 老师父 你还不需要 那天在去 那天的 一眼不需要 你还不需要 那天哪 你还不需要 起来 我干什么 我干什么 这天啊 您还不需要 shoot 看我干什么 都过了 看我干什么 看你上金蜜�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 我干什么 有没有听见我说话 没时间嘞 不要对着菜盘的讲话 话我们都见上了 陆葫芬 等下 大家好 我是今天庆典的 姿意乔依娜 希望今天的庆典 可以带给大家 最特别的回忆 首先 我代表九龙度假村 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 邓叔 你没事吧 没事 从边上回厅 菜马上到 快去 可是 叫你去你就去 快去啊 哎 现在 有请我们最最亲爱的 陆广发董事长和诸位贵宾 一起开启我们庆典的水晶桥 现在我们倒计时 五四三二一 黄经理啊 我马上就要开天窗了呀 别叫了 别叫了 赶紧开通道 不是 菜呢 德叔说菜到了 让我们居西酒杯 共同庆祝这个 西青的时刻 来来来 来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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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可不能这样了 会吓死人的 因为在刚刚开始 你可得坚持住了 你慢点 来 赶紧 好的 小姐 这边请 去那边可以 我要去一下洗手间 你们在这儿等我 你们俩想跟我一起进去吗 喂 金秘书 大小姐已经到了 对 我马上带过来 好 好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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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小姐 我 你是谁啊 来这干嘛 对不起啊 我迷路了 迷路 你能带我出去吗 大叔 大叔 您没事吧 没事 还能炒菜 让开开手 严重吗 一点小伤不严重 谁说的 你都打着绷带呢 你猜要了没有啊 我说没事就没事而已 今天真是倒霉 看上这么多不吉利的事 闭人的乌鸦嘴 这坏事就不能叨叨 没听老话说吗 福双至祸不单行 叨叨什么呀 上面还顺吗 一切顺利非常好 很好 我当然很相信你 问题是你得给别人解释清楚啊 你说你怎么死要面子呢 你这我忘了你听到了没有 对呀 最近有联系吗 打过电话吗 童馨 我问你 林冲光呢 我怎么会知道 我先去忙了 我是偷溜出来的 请 这是你的车 是客人的 是客人的 你们酒店 客人的车可以随便开吗 可以啊 请吧 好 十年来 我们的饭店有了长足的长进 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城市的标志 取得这样的城市 知道了 从饭店广大职工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董事长 小姐跑了 十年来 我们酒店广大的人工 无论是在前台 这个废物 还是后台 快 让司律车 是 从来不敢有丝毫的代码 我今天是专程来谢敬你的 谢我什么 当初 要不是在最重要的时候 你说的那番话 我都可能去不了马来西亚 要是去不了 我现在顶多不过是一个酒店的董事长 你太客气了 当初 我只不过是实话实说 行了吧 老陆 我还不了解你吗 什么兄弟情谊 在你陆广发这儿就是个屁 我告诉你 我一定会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你是说我的酒店吧 那是不可能的 只要你真的想做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酒店的股份 我一分都不会给你 我就知道你会怎么说老陆 行吧 咱们走着瞧吧 对了 你那个二企公主 就是 你说什么 现在透露一点给你知道 免得到时候 你说你惯我没有通知你 再见 舅舅 舅舅 你没事吧 没有 舅舅 舅舅 你事实上行吗 你事实上行吗 什么要你事实上行吗 你事实上行吗 没事吧 我自己想要失败了 怎麼了?要車費啊? 不,我是想 趕快把酒店的車還回去吧 你看,我們這麼有緣,你就這麼走了 是不是有點太可惜了? 嗯,能給我留個電話嗎? 不能 喂,喂,你就這麼走了 賈萱,坐,服務員,咖啡蛋糕 你怎麼來了? 我老爸那個聚會太無聊了,我逃出來了 逃出來?真有你的,穿成這樣逃出來 要不然怎麼樣 像我媽那樣 呸呸呸,瞎講話 他送你來的 這個帥哥到底是誰呀 誰都不是 他可一直看著你呢 好像對你有意思 別瞎說 別瞎說 你去死吧 那是什麼 還是生命 你去死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乔先生 温泽侃 我喜欢你 想和我谈生意吗 赌赢我再说 你赌赢我的机会 是五十二分之一 这个 就是我的五十二分之一 三千万美金对你来说可能是个小数 但是对于廉政公署和商业罪案调查科来讲 就很有吸引力 你威胁我 你有证人吗 马达家死家 你的财务组监说 他别太热了 他想回来透透气 赌赢 Dank 好的 乔先生 实际上我们给您的价格 比市场价高出5% 我认为 您应该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你瑞士银行的所有资料 乔先生 如果你能够在这份协议上签字的话 我们可以保证立刻把全款拿到你的账户上 好的 其实我们现在收购你的酒店 对于你旗下的物业来讲只是冰山一景 再加上我们给你的条件 真是相当优厚 好的 漂亮 乔先生 很高兴和你谈设 年轻人 还没懂完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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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信你那么厉害 不是你运气不好 是我文泽凯从来没输过 很高兴和你合作 好 暂时没有什么大问题 好 不过您之前有轻度中风的情况 所以不能再劳累了 还有您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听见了 医生轻口说的 我没事 就是太累了 休息一下就好了 不过我还是想建议一下您 趁早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 好 好 那我就先走了 您早点休息 好 谢谢 谢谢啊 没事 谢谢您啊 没事 送送赵医生 好 那个童心还在吗 在 你让童心过来一下 好 舅舅怎么样 董事长没事吧 没事了 大家回去吧 童心 董事长让你进去一下 可能又是工作的事情 别谈得太晚了 好的 童心 小帆呢 我不太清楚 董事长您找我 坐吧 童心啊 最近 有没有跟林重光联系啊 没有啊 好久都没有他的消息了 这个家伙 当初 真不该放他走的 他一定觉得我很无情吧 他应该可以理解的 虽然不是他的错 但以当时候那种情况 他不得不离开 话自然这么说 把他这一走就是三年 也太久了点了 现在我们饭店正处得一个 非常关键的时期 如果他弄回来就好了 我也就不用那么操心的 不是温安副总啊 这个项目 他已经花了很多心思了 那不一样 童心啊 有机会联系联系他 我知道 在通知AIA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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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来庆祝一下 哎 真是太棒了 当时你没有注意到 那个乔先生的脸吗 啊 我真想给他拍张照片 来 哎 快点 快点 今天高兴就稍微喝一点吧 你知道的 我在工作的时候 不喝酒 试海全 好的 好 姐 哎呀 没有想到这么容易就成功了 你当时就不担心 他会发现这是一张假的登记盘吗 只要他心里真的有 我就有保护 什么意思 你没有发觉到吗 当他心虚的时候 他会下意识地 碰一下他的坚持 人会撒谎 但下意识不会 干杯 我看你这两天呀 真是够累的 还好 庆典已经结束了 你可以好好地休息几天 哪那么容易休息啊 就你那儿子 只要他不气我 我就能轻松一半 孩子嘛 急不来的 你看看昨天晚上 他刚一回来 你就不停地说 你越骂他 他就越紧张 这紧张了 事情还能做得好吗 你儿子都已经大学毕业了 我像他那年纪的时候 我早就兢兢业业的干了好几年工作 可他呢 连门童都做不好 还迟到 你呀 总是拿他跟你比 现在呢 年代不同了 有些事情呢 也不一样了 你能把饭店的员工 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 怎么到了儿子 就不一样了呢 去啦去啦 你就护着他吧 佟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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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哦 什么更重要的事情 化妆 擦口红 别整天把脸抹得都猴子屁股似的 佟经 你说什么 你是客房部经理 不是夜总会女郎 你再说一遍 你是客房部经理 不是夜总会女郎 怎么 你想打我 佟经我告诉你 有本事你就去告状啊 不过这里没有人照着你哦 你的成光哥哥不在这里耶 你 你先去吧 你先去吧 我问你们 二期工程的工期 为什么一拖再拖呀 主要是 拖欠了工人的工资 董事长 你是不知道啊 工人因为工资的问题 经常在工地上闹事 前几天 还闹到了饭店门口 我好不容易 才把他们劝了回去 那不能怪人家 那是人家的活命钱 那就想办法补上吧 实在不行 去贷款 董事长 我都去了三家 吃了三回闭门羹了 怎么会这样呢 您知道了 新开的那家国际饭店 分流了我们一些客人 导致我们的业绩 下滑了百分之二十六啊 还有 原来跟我们合作的三家旅行社 但不知道是不是被他们搞定了 那现在提出来 要跟我们提前的宗旨和合作 这些不利的消息啊 在外面传得是沸沸扬扬 所以 这银行方面 它迟迟就批不下来啊 行 咱们去工地看看 你看 机构都已经封顶了 路总 但是如果资金跟不上的话 恐怕会有些麻烦 是 我也没有办法 资金不到位 建筑材料 也跟不上 所以 那承包商 就叫部分工人先回去了 我不是已经说了吗 资金的事情我来解决 可是董事 工人们认为 饭店可能要倒 倒 我们不会这么快吧 光是我们酒店的固定资产 就价值五个亿 还会贷不到款吗 只要我们的温泉村的项目 能够按时竣工 酒店就有救 是是是 我也这么认为 还有 我准备通知财务部 让他们暂缓发放饭店的工资 这样财务部 就可以周转了 什么 你已经到了拖欠员工工资的地步了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也没有那么严重 只是各方面的支出 都需要周转 你欠了多少钱了 前前后后 有一百二十五万 舅舅 没事吧 一百二十五万 你去告诉他们 我就是卖房子买车 也不会拖欠员工工资 这个就是我们 二七工程的一个全景 很多你严严的专家 看了以后都非常喜欢 我们也比较引以自豪 这规划很好 我没意见 不过 这资金问题啊 一定要解决 我说啊 这个摊子搞得这么大 万一我们的资金链 发生了问题 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啊 现在啊 二七工程资金不够 眼看着就要严工了 我们应该立即拿出一个 解决的方案来 当初不是做过一个评估报告吗 怎么会到今天 出现了这么大一个固 这要看 是谁做的财务报告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难道我会作假 坑害大家吗 我自己也没套进去啊 陆董 我并不是说 这种事见得多了 赚钱的工程啊 超值预算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既然大家认为有钱赚 那就增资吧 总不见得盖个烂尾楼 这个项目肯定是要做下去的 不过要增资的话 我现在现金周转有问题 陆董 这盖房子可不是过家家了 您的资金周转有困难 那么难道我们大家的钱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是啊 盖房子不能等啊 国家有政策 期限过了 买不了房子要罚款啊 大家都等着二期工程赚钱呢 你要是拿不出钱 我们哪 陆董啊 你应该拿出一个财务计划 告诉大家 按照本人份 应该拿出多少钱来呢 王总介绍 刚才还在呢 我这里有一个财务报表 饭店现在欠建筑商联工贷货 总计是五百六十万 饭店所有的消耗物品 欠供应商一百零二万 还有质押扣款和借款 产生的是一千八百万利息 再加上拖欠了员工工资一百二十五万 现在总计现金缺口是 两千五百八十七万 陆董啊 你告诉我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现在呀 就希望你拿出一个方案 我同意增资 我同意 我也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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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超过了半数 陆董 道理 你 我同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